高雄传统的烧肉店 博弈式烧肉饭 应该是最老自豪的店了吧 创立于民国59年 居然跟外卖同年龄 创新的烤肉方式 也与众不同 使用自创的 无烟药烤锅型烤炉 让烧肉不易浇飞 还可以把低下的肉汁 收集起来加入卤锅 非常幽默健谈的 老老板 动作老练迅速 热情的招呼 海鲜橱窗摆着 新鲜的海产 烧肉饭要好吃 白饭也非常重要 店家试用保温木桶 增加风味非常贴心 淋上香气十足的卤汁 让烧肉饭更加湿润 这里有烧肉饭 卤肉饭综合饭 肉类都可以单点 卤味粥类 还有多种汤品可选择 卤秋刀鱼必吃 驴骨入口即化 味道刚好很下饭 老板也说 卤大肠一定要来一盘 卤的入味又软烂 看着QQ的大肠 加上满满的葱花姜丝 还有蒜泥 真的是吃香味道好 我们俩人点了 两碗烧肉饭卤蛋供丸 油豆腐两种汤品 两盘卤味 味噌汤 外食足十分熟悉的汤品 味浓甘醇好喝 鱼皮汤 料多汤头鲜甜 烧肉饭小碗40元 烧肉咸甜香嫩 嫩酱带辛辣好吃 烧肉炭香味十足 加入卤肉酱汁 甜甜的很入味 很湿润 好吃到令人回味 配饭三宝 值得每次都点 超下饭又好吃 卤秋刀鱼炭烤后 加入卤制慢煮制 鱼骨软化 整块鱼肉 可以直接入肚 盖制满满 博弈式烧肉饭 不论是口味或口感上 都有它的独特性语 吸引人之处 老店之所以能在 竞争的餐饮市场 屹立不摇 必有它的魅力与故事 你们吃过吗 一起留言来与大家分享